立法会内多个政党对于政府 应不应该申办2023年亚运仍然有分歧 支持申办的工联会被其他政党就质疑 违背了自己做的民意调查结果 张建议报道 政府早前委托中大做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四成八的备访市民反对申办亚运 假如想成功申业 政府就要继续争取立法会的支持 部分政党先后表态 当众民主党和公民党表明不会支持 至于支持新亚的工联会 早前公布委托大学做的民调 显示九成被访的市民不支持申办 被其他议员质疑 立场和民调的结果违背 我们就不会像工联会那样 做了调查九成市民觉得举办亚运都不重要 结果借机转态 又说见了处长有个下台家 又说答应这样 答应那样 这个有关大学提供 义务提供给我们的调查 我们发表反映市民的意见 和市民的担心和不满 我们是逼政府去做好些 逼政府要做得更加符合市民意见 所以我们决定支持新亚 自由党党主席刘建宜就说 除非政府能够提出足够的理据 证明新办亚运对本港长远的经济 和体育发展有利 自由党才会支持 亚洲电视记者张建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